情商高的人都怎样发脾气 小关小刘和小张三个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 一天小刘因为一点小事当着众人的面对小张破口大骂 完全不顾及平日的情谊 小关看事态严重怕影响到三个人的生意 赶紧出来劝小刘说小张也是无心的 下次注意就行了 别因为这一点小事伤了大家的感情 小刘怒吼说你懂什么 然后发了好大一通脾气才算了结 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小刘情商真敌 把场面弄得好尴尬 得罪了小张不说还搞得小关很没面子 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是小张长期以来在公司里包庇自己的亲人脾气 任由其扰乱公司秩序 这事后来让小刘发现了 小刘觉得这样下去公司的结果堪忧 今天必须摊牌了 这才对小张发脾气 小刘或许知道今天发脾气会影响三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为了公司为了自己的权益 为了三个人能够持久的走下去 他的发脾气是合理的 小刘未必是真的发脾气 只是让自己看起来发脾气 这才是做到了真正运用情绪 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 反观小关看似高情商和事老 但他不知道很多矛盾是必须用冲突来解决的 他看不到矛盾不处理继续下去的后果 他未必是一个高情商的人 所以想要学会如何运用情绪来达到目的 就应该把握发脾气的时机 要学会像狮子一样对银银狂吠的狗不发脾气 因为下重不可语兵 对于小人的挑衅一旦纠缠自己就输了 毫无意义 情商高的人不发没意义的脾气 如果你越过了他外层的底线 他或许会提示你 这个事先这样吧 别再提了 给出明确的提示 如果对方还继续靠近 那发脾气就不会受人以柄了 情商高的人在发脾气之前会警告 并且能够运用情绪收放自如 他可能没有真的生气 但是为了守住自己的底线 他可能会假装有点生气 只是为了避免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你提出的条件他可能能接受 但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 谈胖的时候他假装生气 表示不能接受 再为公司争取五个点的利益 他可能已经非常生气了 但是有太多人看着 可能在舞台上 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发作 所以他忍了下来 这叫做能控制情绪 所以高情商的人发脾气 是通过运用情绪 对情绪收放自如 做出相应的行为 并对应自己的目的 这个目的可以是让大家都开心 也可以是谈判当中的利益 也可以是委屈求全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